有人吗 快救救我的孩子 出进去吧 救救我的孩子 里面有人吗 快救救我的孩子 好什么吵 今天镇国侯府夫人要来拜佛 镇国侯可是大厦唯一一个有兵权的侯爷 她夫人更是苗族的宋 她们几条命都不够女的 可我的孩子高烧不止 要是再不救救她 她真的会没命的 这是怎么了 夫人 救救这位不算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 让你起来吧 谢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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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一定要顶得住 你可不能丢下娘啊 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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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的血地到花上 花会重新开放呢 宝珠 因为娘是苗江圣母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呢 都会随娘一样有药灵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命 心头血呀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为生啊 所以我和宝珠的身上 才会有一样的蝴蝶形胎记吗 是啊 你们的这个铃铛呢 就是你们作为苗江圣女的信物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见危险了 宝珠就用心头鞋来救你们 我顾家这下一代的晚辈啊 都是难定 已经凑够了三十六个了 好不容易有你们两个女娃娃 怎么可能让你们去救人呢 是啊 娘亲啊 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起死为生 那他们的心头血 是不是能救我的女儿 那我们说 那我们再来救救我的女儿 那我们还要救救你 我想接受 我准备了 有很多东西 我们在哪里 就是这个对于 什么这个女儿 这就叫你 你这就叫你们 你这边 我给人家 我 Wenn你我 那 你 你欺负我姐姐 我叫你欺负我姐姐 就请你姐姐去死吧 跳跳跳 跳 欧珍怎么了 宝珠被坏人抱走了 什么 什么 夫人 欧阳 本来坏人想抱走的是我 是宝珠代替了我 今天快去救救宝珠 好 怎么好 终于有两个妹妹 我们不能没有宝珠 找妹妹 我要找妹妹 敢偷我镇光猴的孩子 发动兵力 找回我的女儿 我要将她碎尸万块 孩子 我的孩子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抓我干什么 你的心头绪 不是跟你让人起死回生吗 我求求你 救救我的女儿 好不好 哥哥 我要找我鸟 你必须 别生 你生就是贵族 我女儿 高手不退 竟然没地方救 我 这很忽然 不是有两个女孩吗 我又一个 来救我的女孩 怎么了 我 第五个女孩 太好了 这心头签 这起作用 你不能太子 愚蠢 愚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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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下这么狠心的 把孩子扔到这了 这么小的孩子在这 扶不过去吧 长根啊 你去卖酒啊 你家温颜呢 她呀 出去卖花补些家用了 你真是有福气啊 白见一个闺女 是啊 当年她命悬一线 我每天去悬崖边 采草药熬成汁给她喝 整整三个月啊 才把她救过来 要不然 像我这种残废 一辈子都不肯没有女儿 不好了 阿邦 以下闺女得罪了金库闺女 快被打死了 什么 那是谁啊 这么受欢迎 她可是郑国侯 唯一的女儿 顾家上下都把她当眼珠子护着 可爱得不得了 满约那天 皇上还将她戚封为了郡主 郡主 要买花吗 需要花吗 你好 需要花吗 只要一文钱 长成这样还出来卖花 真让人恶气 就是 要是买了她的话 脸上长出跟她一样的脏东西 该怎么办啊 诗诗啊 我好不容易 把你送到大夏唯一的郡主身边当丫鬟 你可给我争点气 要是得到她的重用 何愁 没有飞黄腾达的那天 你就放心吧娘 那你就快去吧 要花吗 这不是十五年前 被我挖了心头学的臭挖怪吗 不要 你这么硬 竟然没死 买花吗 哎 哎呦 怎么了这是 郡主 你没事吧 你这不知死活的 敢说我们大夏唯一的郡主 消灭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哪来的贱病 今天不是京城贵女采封日吗 这恶心的东西是怎么进来的 这是慧气 把我自己衣服都弄丧了 对不起 郡主 我会赔一套新的给你的 嘿 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 就是把你卖进我家的二十年奴婢 都不够你还的 不是我是刚才有人 哎 你 好大的胆子 我们郡主会怨恶你吗 还在这嘴硬 像你这样丑陋的人 注定敌的 你娘生下你的时候 就应该直接把你给命 对对对 郡主 像她这种人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 你娘没有完成的事情 就由我来替她完成 给我把她扔到湖里 去飞鱼 是 我 我 为什么 走 放开我 为什么 因为我生来高高在上 而你 注定低贱 放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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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少一度 陪众 陪众 宝珠 我们已经找了你十五年了 你到底在哪里 二哥你在干什么呀 快来陪宝珠一起放风筝呀 宝珠 宝珠 宝珠最喜欢跟二哥一起放风筝啦 好 二哥也想和宝珠一起放风筝 二公子 有宝珠就下落了吗 还没有 这么少的线索 要找一个人 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宝珠身上有一串银色铃铛串吗 连铃铛的线索都没有啊 相似的铃铛 实在太多了 二公子 我们补好了 郡主她被人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顾怀千的妹妹 救命 救命 宝珍 你没事吧 二哥 你看这个贱命 把我的裙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没事 我来处理 来人 先捞上来吧 对郡主不敬 直接弄死便宜她了 赵锐 把她给我押去大狱 是 不 求求你们放了我 放了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到郡主犬子的 真的不是 宝珠 宝珠 我们已经找了你十五年了 你到底在哪里 二哥你在干什么呀 快来陪宝珠一起放风筝呀 宝珠 宝珠 宝珠最喜欢跟二哥一起放风筝了 好 宝珠 二哥也想和宝珠一起放风筝 二公子 有宝珠的下落了吗 还没有 这么少的线索 要找一个人 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宝珠身上有一串银色铃铛串吗 连铃铛的线索都没有啊 相似的铃铛 实在太多了 二公子 不好了 郡主 她被人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顾华千的妹妹 救命 救命 宝珍 你没事吧 二哥 你看这个贱民 把我的裙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没事 我来处理 来人 先捞上来吧 对郡主不敬 直接弄死便宜她了 赵锐 把她给我押去大狱 是 不 求求你们放了我 放了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到这种裙子的 真的不是 不要 我爹身体不好 你会压死她的 不要 放开她 爹 既然这个剑壁想挨打 就给我一起打 别管我 你快走啊 继续打 爹 继续打 可以了 可以了 已经石棍了 我说的是让她受石棍 不是你们妇女两个一起 刚才没有打在你这个残废爹身上的那几个 统统不现实 不行 她哪会给会死呢 既然受不了石棍 那你就和这个残废爹一起去端大鱿 不 不要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郡主说什么吗 脱走 是 不要 你 你 住手 娘 你怎么来了 事情我都听说了 这打也打了就算了 马上就是你和宝珠的吉吉里了 别闹出人命来 也算是给你妹妹基服了 那好吧 看在宝珠的面子上就放过她呢 谢谢行为贵人 爹走 陪你看大夫去 爹 爹你怎么了 爹 爹 爹 明天就是宝珍的吉吉礼了 我们家小郡主终于长大了 宝珍啊 这是娘送你的吉吉礼物 谢谢娘 娘 这怎么还有一根呢 这是我留给宝珠的 我们宝珠明天也吉吉了 我想等她回来的时候 我亲手给她戴上 当年宝珠就是为了救我才被抓走的 只要她能回来 我愿意把一切都给她 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 拿出去当了 应该能支不少钱吧 反正那个固宝珠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 应该不会被发现 爹 爹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害到猪乱跑啊 燕燕 明天 你就要吉吉了 虽然 你不是爹的亲生女儿 但别人家女儿有的吉吉礼 我们家燕燕 也要有 爹 可以去城南珠宝铺 买了玉瓒 送给你 爹 这么多年你带我怎么样 我心里都明白 你带我诗如己出 我也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爹 以后不管是谁再闻这件事情 我都会说 我就是爹的亲生女儿 我们家燕燕 最懂事了 来 快坐 爷爷啊 我知道你爹啊 被人打成重伤 需要钱治病 明天啊 侯府有个宴会 缺人 价钱还给的很高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去 只要给钱我就去 干嘛呢 你们 还有你 果子洗没有 快就去洗啊 耽误了郡主的吉吉礼 滚滚滚 可别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客人 这位姐姐 我不会让别人看到我的脸的 求你别赶我走 你听不懂人话 叫你走 你听不见了你 什么事情啊 吵吵闹闹 郡主 这个丑八怪 想打扰您的吉吉礼 我正在处理呢 郡主 求求你别赶我走 我爹中命需要钱 是你啊 我今天不想动怒 我劝你识相一点 还是赶紧滚吧 好吗 你这个贱民 你居然敢偷我娘给宝珠买的玉三 郡主 不要 这是我爹赠了很久的钱给我买的 不是偷的 这个玉三怎么会被这个贱人买走 不行 这件事绝对不能暴露 那就只能让你来当这个弟子一样了 就你那个残废爹 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吗 郡主 我看呀 就是他偷的 他肯定是想趁着今天人多跑下手 贱民就是贱民 难道你娘没有教过你 不能偷东西吗 难道 你连你娘是谁 都不知道吗 偷别的东西就罢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偷宝珠的奇迹礼物 郡主 像这种贱民 不受点责罚是肯定不会招的 好啊 那我今天就替你娘 好好的教训教训 伤害吧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这一边是你扰乱我的积极礼 这一边是你冒犯我的妹妹 竟敢偷属于宝珠的东西 我没有偷 还敢剿面 看我不打 哪来的蝴蝶 快看 这些蝴蝶 好像是被苏文言的血吸引过来的 什么 事前听娘讲过 拥有药灵圣体之人的血 对所有生灵都有特殊的吸引力 宿命远 该不会是药灵圣体吧 老振 你也是药灵圣体 你之前有没有过类似吸引蝴蝶的记忆 没有啊 我之前受伤的时候并没有吸引蝴蝶 他应该不是药灵圣体 是 一个丑陋的贱灵 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妹妹宝珠 我 还没有打够 让你偷东西 这个贱灵 我没有偷 我去找遍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出人的 拉着 继续给我打 是 我去迎接母亲 口巴怪 竟然偷东西 不要 不要 我没有他 你们不能这样补不清 我刚才冤枉好人 好啊 随医 叫你随医 咱们随医 你随医 你 娘 宝珍 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多蝴蝶呀 还不是上一次 弄脏我衣服那个丑发快过来捣乱 我就教训了她一下 没想到她的血 竟然引来这么多的蝴蝶 你说什么 还带我去看看 哎呀娘 一个贱民而已 死不惜 有什么好看的呀 有什么 只有拥有要灵圣体的人 在病死时候流出的血 才会引来蝴蝶 怎么会这样 我闻言岂不就是 人生没娘养的贱民 这辈子注定被人踩 你在哪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好像快死了 做了什么 那可是我的宝珠啊 我这个贱人痛 我 夫人 蝴蝶呢 夫人 管家说 城北的千年牡丹开花了 才引来千锋万叠 想来这些蝴蝶 应该不是这位姑娘 引来的吧 不是我的宝珠啊 我就说 这个贱民 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宝珠 娘 你居然因为这个贱民 打我 保证 是娘不对 娘不该打你 就算不是宝珠 也不用这么重的家法吧 把人扶起来吧 夫人 你有所不知 是他 胆大包天 敢偷离送给宝珠小姐的 极其礼物 郡主这才着急 动手打她的呀 什么 你看 那三次 他现在还握在手里呢 拿出 这不是 给我 夫人 证据确凿了 你还最硬 我的帮助 看 这丑八怪进入侯府 绝对目的不存 就应该抓住他的衣服 说不定身上还藏了些什么 还赶紧把你偷的东西给我拿出 你放开我 让我拿出 放开 放开 我 爷爷 行了 就这样 今天怎么说也是宝珍的鸡鸡 爷爷 爹 没事了爷爷 爹在 爹在 我告诉你 要是你的女儿再动手动静 我也可以把她变成一个残废 我没有 那个簪子是爹你送给我的呀 簪子 对 那个簪子 是我从城南珠宝铺 买来送给爷爷的 绝对不可能是偷的 闭嘴 不知所谓的 不知所谓的贱民 这个簪子 是我可知的 世上仅有两个 不是你这种人 随随便便就可以在珠宝铺子买到垃圾 你看这是买玉栽的票区 放肆 什么脏东西 塞给我母亲 要大下律令 行妻当她二十年牢狱 弹起双手 反正把这两个贱民拉去大狱吧 这样子就再也没有人怀疑我了 夫人 那个玉栽 真是我从城南珠宝铺买来的 你找人问一下就知道了 还敢狡辩 爹 你没事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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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真相也不愿意去查 就这样随便的进入我们吧 真相 我们身居高位置 想相信的才叫真相 来人 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贱民 押去大狱 等一等 走 娘 我将珠宝垫户老板要来 听说有人在他那里 买到了你给保住准备的玉栅 怎么这么把他带来了 怎么办 睁开你的眼睛 你看 当真是这个人 在你的珠宝铺子 买着这个玉栅 是 因为他没有左臂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买这个簪子 是给自己的女儿 吉吉的礼物 那你可曾看清楚 是谁拿着这个簪子 去你铺子里卖它 我不知道 那人把东西拿来的时候 是蒙着脸的 所以我也没有看清楚 他到底长什么样 真是个废物 你既然不知道 那这牢狱之灾 就由你来受 把他押去大狱 是 他蒙着脸呢 我看不清他呀 我看不清他怎么办呢 哈哈哈 把他送去厢房 我亲自给他治疗 大公子可是大厦最年轻的神医 丞相曾经花费万金 求他去给丞相夫人看病 他都没有去 如今却给这两个下等人看病 可不是吗 这个丑八怪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神 可能会有点疼 稍微忍着点 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哥哥 该有多好 你这脸 这血斑我从小就有 我爹说 是我失去了心头血才长的 心头血 普通人的心头血并没有用 只有拥有要灵圣体之人的心头血 才会被人惦记 整个大厦拥有这种体质的 也只有娘和保真保住 倒 这个女孩也拥有要灵圣体 劳烦顾神医了 对了 我能帮你把脸上的血痂给去除掉 什么 今天的事情 是我妹妹保真对不起你 就当我替她向你赔礼道歉 那就多谢了 你没有血斑的样子 长得真的很像我妹妹 怎么这么久啊 宝珠 这个丑八怪 没有血斑的样子 竟然和我有几分相似 宝珠 你是宝珠对不对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宝珠 你是不是被收养的孩子 我就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这样 她真的不是我的宝珠吗 可是她看起来 就跟保真像亲姐妹一样 娘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 这个贱民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宝珠 肯定是巧合罢了 是 我们一直在重金悬上 寻找宝珠的项目 要是她那个没钱的残匪爹捡到宝珠 早就应该送回来了 够了 不管威严是不是我们的妹妹 她爹的伤都是你们造成的 你们不但不知道悔感 还屡次出言不许 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镇国侯府 走吧 我们去看看你爹 走吧 赵睿 我还是觉得这个宋文言可能就是宝珠 你去调查一下她的身世 是 我爹她怎么样了 你爹她脏气破裂 所以一直在凸显 我可以给你开张药方 你按照药方去抓药 多谢顾神医 爹 有顾神医救你 一定能很快好起来的 不过真的有剑民以为自己脸上的血斑霉了 就能勾引大公子攀上高枝了吧 你也就是一个贫民而已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散地欺负我 你也配合我相提并断 我可是我们大厦唯一郡主的贴身丫鬟 普通的官小姐我都不放得人 更何况是你这么一个贱物 说到底 你也就是镇国侯府的一条狗 你敢骂我 反了天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是镇国侯府的一条狗 也比你这个贱民高贵 还真有人上赶着做条狗了 你 真是可笑的 宋威延 你也不用跟我成口舌之款 我就算只是一个丫鬟 捏死你跟你爹 也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轻易 我劝你识相的话 就赶紧带着你这个残废爹 捆 否则 我可不能保证 你带走的 是不是一只尸体 不用你 我也根本不想留在这 你最好是 爹 爹 爹 你伤还没好 你怎么又想着去卖酒呢 爹没事 爹现在好多了 你爹逞强 顾神医都说了 你要在家静养 爹 爹知道自己 没几天好活了 但是 你一个刚急急的女娃 可怎么活呀 爹得为你多攒钱呢 爹 爹你别胡说 爹要偿命百岁的 你说过你要一直陪着妍妍的 爹 爹 爹 我爹的病怎么样了 你爹的病啊 又恶化了 必须立刻出情给他治疗 否则 可能活不过三天了 需要多少钱 至少需要 一百两 一百两 我去哪里筹这么多的钱 若是筹不到钱 那你要做好 你爹随时会撒手人寰的准备了 爹 你别怕 我一定会想办法抽到钱 来救你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但是现在爹的病更重要 算了吧 以后再找机会 把东西赎回来 老板 我想把这个铃铛给当了 今天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今天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小姑娘 这就是普通的铃铛 不值钱 见过吗 没有 求你了老板 我爹重病 需要起来救命呢 我看你小姑娘也挺可怜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二奶 早安 见过这样铃铛吗 好 好 你拿着 谢谢老板 姑娘慢走 太好了 有了这些钱 我爹就有救了 二公子 你怎么了 今天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今天没见过 这就是刚才那姑娘当的铃铛 这哪儿 快拿给我 没错 这就是宝珠的领导 娘 大哥 宝珍 我找到宝珠的下落了 真的 宝珠在哪儿 你快带我去找他 娘 你也太着急了 我只是找到一点线索 有线索也是好的呀 我们找了宝珠整整十五年都没有下落 现在 终于有头绪了 你找到了什么 我在当铺发现了宝珠的领导 是 是我宝珠的领导 真的是我宝珠的领导 他 他竟然离我们这么近 太好了 我们终于马上就要找到宝珠了 娘 他连领导都当了 一定是受了很多苦吧 没关系 等我们找到宝珠 他就不用再收 去 派人去给我找宝珠 就算把整个大厦翻过来 也要找到我的宝珠 是 是 老板 你仔细看看 这街上的姑娘 哪一个是找你当铃铛的 这 这雨下这么大 这人来人往的 我也看不过来啊 你仔细治掉 看 这 这也看不清楚 这回总能看清楚了吧 看得清 看得清 太好了 有了这些药 我爹的病就有救了 银子都给你了 快找啊 我好像看到了 哪呢 那姑娘好像是 来我们去 这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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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头吗 我 不是 干什么呀 死我严怎么又是你啊 我管你故意坐上了 有差我找不到宝珠 我管你承担得起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看我今天不跟你先告诉你 君主 找到宝珠小姐邀请 建民 没听到吗 还能赶紧让他 这一次 你先放 你不是探亲了吗 我刚才看着背影有点像 怎么样了二哥 他认错人了 我给你这么多银子 你要找不到我就杀了你 他他可能 刚才就回家了 我爱宋文言这个贱人 要不是他撞了我 我早就已经找到宝珠了 怎么可能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这走来走去的 老板 别着急 慢慢找 肯定会找得到的 大哥 二哥 你们先跟着老板去找 试试 你跟我走 今天非得出口恶气 教训教训他 宝珍 大哥 找宝珠要紧 你要宝珍去吧 找不着宝珠他比谁都着急 老板 让我们继续找 好 二公子 来 二公子去 圆圆 都怪爹的身子不争气 让你受苦了 不苦 爹 有我陪着你 你的病一定很快就能好起来 好啊 害得我们错过宝珠 你居然西安礼族地 给你这个残废爹煎药 我 我的药 我好不容易才给我爹买的药 圆圆 不要捡了 圆圆 你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才急匆匆地撞上我的 刚才撞了你是我不对 那是你为什么要砸了我爹的药 那可是我爹的救命药啊 救命药 你爹贱命一条死个都是活该 你知不知道 为了你爹这条贱命 还得差点错过我的妹妹老做 妹妹重要 那我爹的蜜子就是烂蜜一条无人在意了吗 对 宋温言我告诉你 要是今天我没有找到宝珠 你和你这个残废爹 就一起给我去死 宋宝珠赔罪 郡主 我看地上这些药也不是不能喝 要不我们就发发善心 亲手给它喂下去 去吧 你们要干什么 爹 爹 爹 我干活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上天海里的事 要让你们这么苦苦笑屁啊 郡主 郡主我就像你 求求你们放过我爹吧 给我什么废话 爹 不是要喝药 你不要喝药 你不要喝药 给我喝 郡主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折磨我爹 你有什么 想对我做的你就做什么 我求求你们放了我爹吧 你不是想和你爹一起喝药吗 那就去 但是 我都不放了 不要动我的严严 不要动我的 说出女婚了 不要打了 老叔 多管这个劲 他的姐姐还要再晚一些抓动人 你别急 咱怎么搞 姐姐替你教训完这两个精兵 就来找你 你们这干什么 给我打呀 是 哥 住手 怎么样 保住找到没有啊 竟然把人打成这样 你身为郡主的教养呢 都是因为他们我才没有找到宝珠的 我只是略微承见一下而已 一群贱民 死了都是活该 他 他什么 他就是让我赢得的那个姑娘 宋文言就是等铃铛的人 对 就是这位姑娘 什么 我一直在找的妹妹 竟然是宋文言 保证你糊涂啊 难怪我们在街上怎么都找不到当铃铛的主人 原来她一直在家里 那我 那我一直伤害的 都是我的妹妹 我不配做她的姐姐 她 对 对对 保证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们一直在找的铃铛是送了颜的 这个小剑人是郑国夫妇的小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凭什么我千方百计想得到的东西 都是属于他送了颜的 他不就是一个贱民吗 事实 娘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才听到宋长根家有动静 我就来看看是怎么了 还不是宋文言那个贱人 现在郑国侯府的人都以为他才是顾宝珠 发字还没有一撇的事 一个个那么着急 之前他脸上还有那么大一块血斑 怎么可能会是顾宝珠 血斑 还真的是顾宝珠 什么 当年你生病的时候 我身上没钱 去寺庙刚好遇见郑国侯夫人 救救这位不算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好 让他们进来吧 谢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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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在寺院相仿 忽然听到他们谈话 是顾宝珍和顾宝珠 她姐妹俩的心头血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宝珠 宝珠 娘 为什么我的血滴到花上 花会重新开放呢 宝珠 因为娘是苗疆圣母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呢 都会随娘一样 有药灵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灵 心头血呀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我想靠走其中一个孩子 挖去她的心头血 来救你 我本想抱走顾宝珍 可那孩子嚎啕大哭 那顾宝珠 她还想保护她的姐姐 我干脆抱走了她 什么 也就是 我现在身上 流着上过豪府的血 是啊 若是宋文言和他们相认了 说出当年的真相 我们可就完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 既然你身上 流着顾宝珠的血 当然也拥有 让植物起死回生的功效 你不如干脆去镇国侯府 认下顾宝珠的身份 好 我这就去 试试 若是镇国侯府的人 真的认下来 你一定要找机会 除掉那个宋文言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真正的顾宝珠 什么 他们说这铃铛是宋文言的 是的娘 店铺老板一见到宋姑娘 便说这铃铛是她拿去当了 给她爹治病的 拿出来 这不是 给我 夫人 证据确凿了你还嘴硬 还敢狡辩 爹 爹 爹 你没事吧 爹 你们连真相也不愿意去查 就这样随便的侵辱我们吗 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还因为 紧急的礼物动手打了呢 他如果真是保住的话 这鱼簪 本来就应该是他的呀 是我打上了他爹 才把他逼到 连铃铛都要挡掉到这一步 那他现在在哪呢 我让陶红先带他下去 包扎上口 如果他真的是保住 他会原谅我吗 保住从小便是最善良宽厚的孩子 他一定会原谅你 郡主 郡主 你怎么拿着我的铃铛啊 林诗诗 你说这铃铛 是你的 没错 这铃铛就是我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我一直随身携带 突然哪天就丢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原来 就在郡主这里啊 这铃铛 是今天当铺老板给的 而且 你也跟我们一起出去 寻找铃铛的主人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这铃铛是你的 我 我不知道你们在找的铃铛 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也不能贴你的一面之刺 就确定 这铃铛是你的呀 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郡瑞 拿盆枯萎的花进来 如果这个铃铛是你的 那你的血 一定可以复活植物 如果你复活了这盆植物 那我们就能相信 这个铃铛是你的 他的船 是你的 他就是那个 滅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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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 你竟然是我的宝珠 什么宝珠 你竟然是这铃铛的主人 又拥有复活植物的能力 就足以证明你是我的妹妹 是我们郑国侯 一直在寻找的顾宝珠 什么 我 我竟然是宝珠小姐 宝珠 您忘了吗 我小时候 边沛流离 经常受伤 很多事 我不记得了 对不起啊宝珠 让你一直受苦 当年你是为了救我才被带走 我没有想到 你就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都没有认出你 没关系的姐姐 我不怪你 孩子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我的宝珠 那为何 这铃铛会出现在宋姑娘的手里 又被她拿去了当铺呢 前段时间 我的铃铛丢失了 现在想来 铃铛丢失的那段时间 正好就是宋温言 金正国侯府的那一天 一定是宋温言 趁我不注意 偷走了我的铃铛 然后把我的铃铛当了 换钱 救她爹 什么 宋温言 居然敢偷你的东西 谁让我那个时候 孤苦无忆 任谁 都可以猜我一件 我的孩子 你受苦了 都怪娘没保护好你 夫人 宋小姐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真是不要 偷我妹妹的力 竟然还在 而王志都写在我面 宋温 不能这么对她 她还受了重伤呢 大哥 一个皮糙肉厚的剑壁 能让宝珍撒起 也是她的福气 快欠 是你们带我回来的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娘 宝珠 你别怕 有我们在 这个剑里 那也不能伤害人 你们在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伤害 竟然还不存在 你是你送我 你该对我保护的 领导战危机 想把她给葬掉 那是我的领导 我一直待在身上的 不是我偷的 你居然还敢狡辩 大哥 这样 就应该把她送进大狱 我看她进了大狱之后 会不会这么硬 不 你们不能这么不分枪红脏板 我没有偷东西 你是说我的宝珠 撒谎 先害人 那我怪你这个贱命 让我差点错过女儿 小瑞 还不赶紧把她拉下去 是 还有她那个残废爹 也一起带去大牢 分开关押 明白 不能碰我爹 不能碰我爹 你别碰我爹 我是冤枉的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进了大狱还这么锅脏 小心 拔了你的舌头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你们不能因为一个丫鬟的一面之子 就认定是我偷的呀 别打 什么丫鬟 那是我的亲妹妹顾宝珠 整个大厦最尊贵的女子 其实你这个贱命可以除了拍药的 你真是是你妹妹 那你也不能就这样冤枉我 你们快放了我 我要上公堂 像你们这种人 连支线的面都见得高 你们只配在大狱里受刑 然后对罪行签字画押 你们要去打成招 二哥 跟他费什么话呀 这里的刑具这么多 一一用在他身上 我就不信 他不签字画押 不 我 我我没偷那个领导 我真的没偷 我废话真多 给我按住他 是 叫你偷宝珠的领导 叫你不认罪 我没有 到底认不认 好啊 认识个硬 给我按住他 他有什么时候 你可别昏哪 我还没有玩儿童子 你可别昏哪 我还没有玩儿童子 够你呢 有本事 就杀了我 好啊 那我先拿出道具烫下 看你认不认罪 明星 怎么了 大哥来大狱了 他一宿公主 他有时知道宋元爷还没认罪 我们就对他屈打成招 他一定会训斥我们的 我先去拦住他 大哥最严厉了 你赶紧去啊 大哥 你和宝珍 是不是对宋文言动死刑了 谁让他一直不承认 我们也是想为宝珠出气 出口气也要调查出真相 这真相还没有查清楚 随意虐打平民 这让外人知道了 怎么看我们这国后府 大哥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那可是宝珠 我们丢了十五年的妹妹 只要宝珠开心 自知杀了宋文言又能罪名 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吗 我只知道 你为那个剑臂 让宝珠受了多少委屈 只要能弥补宝珠 我就什么都可以 我看你们真是疯了 是 怎么样了 大哥暂时走吧 看来得让这个剑臂 快点认罪 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 到底认不认罪 你有事就直接杀了我 你 宋文言 你别忘了 你那个残废爹呢 就在隔壁牢口 我给你一点时间和了清楚 在我拔光你所有指甲之前 你要是还不认罪 我就让你那个残废 替你去死 古宝珍 别碰我爹 不要 不要抢我东西 那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不要 不要 宝珠 宝珠你怎么了宝珠 娘 我梦到宋文言 把我的铃铛抢走了 你们都以为他才是宝珠 你们都不要我了 娘 我害怕 不会的孩子 不会的 娘怎么会不要你呢 不会 娘 宝珍和怀千他们 在对宋文言动私情 不要抢我铃铛 保住 保住 动私情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你妹妹都没得宋文言还成什么样子了 宋梦都在害怕 这样的贱密 死有余过 娘 杀了她好不好 我再也不想看见她了 好好好 保住 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娘 你到底认不认罪 娘 你怎么来了 娘 我 剑都是你害的保住 我吓死你 你吓死你 你是娘亲最喜欢的宝贝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叫我娘亲 她呀 就是个没爹没娘的贱 张瑞早就打听过了 她就是那个残废爹捡来的 我看是她父母嫌她丑 所以把她丢了 娘 我又有鸟签 我鸟签 我鸟签可疼过了 我鸟签可疼过了 我这么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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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竟然还笑了 她该不会被我们打赏了吧 杀了疯了死了 都是她活该 赶紧把这个贱民给我处理掉 有眼别让她再出现在宝珠面前 好的娘 你再轻轻地吹 吹 男人的花儿醉 风来 风要慢慢地吹 莫要坠落 满腔的红浆尾 娘 你会一直唱歌给宝珠听吗 当然会啊 娘会永远永远 陪着我的宝珠的 快睡吧 你怎么会唱宝珠的歌 娘 什么宝珠的歌呀 她嘴里哼的这个歌 是宝珠小的时候 我唱给宝珠的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她 她怎么会唱 难道 难道宋文言 就是宝珠 娘 宝珠不是在家的吗 她怎么可能是宝珠呢 我也不会是她偷听宝珠唱的 然后故意唱给我们听 可是宝珠之前在我身边伺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她唱歌 我也不知道 她知不知道这首歌呀 娘 宋文言的确可能是宝珠 赵瑞 调查宋文言的身份好 向我汇报 说宋长根 是在山上的一个破庙捡到的宋文言 这与当年宝珠丢失的地方 高度吻合 什么 你们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我们已经找到宝珠了 我就没在意 但她现在伤得这么重 也不确定 她到底是不是要灵圣体 我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验证 宝珍 你记不记得 你和宝珠在身上 都有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对 那个标志 就是妖灵圣体的标志 如果她真的是妖灵圣体 那她身上 一定也有蝴蝶标志 这台阶上面有伤口 我也看不清楚 都怪我 她是被我打伤的 娘 事到如今不是怪谁的问题 先把宋文言 带回镇国侯府吧 我们先给她疗伤 我有治疗边伤的灵药 会很快让她恢复的 嗯 好 我们就这么把宋文言 带回来 要是宝珠知道 又受刺激怎么办呀 现在情况紧急 宋文言 可能就是宝珠 万一我们认错人了 会伤了真正宝珠的心 君海说得对 这事只能先瞒住宝珠 不让她知道 爷爷 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退我们 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 我现在就要带爷爷走 在没弄清宋文言身份之前 任何人不得离开镇国侯府 笨 什么情况 宋文言 是十五年前 你在山上寺院里见到的 对不对 宋文言 是十五年前 你在山上寺院里见到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十五年前 我的孩子在寺院里面 被人抱走 宋文言很有可能 就是我丢失的孩子 你也是为人父母的 丢失孩子的心情 你应该能理解吧 但是 如果爷爷不是你们家的孩子 我会立刻带爷爷离开 好 娘 您这几天都去忙什么了呀 都没时间陪我 宝珠啊 娘这几天有点累 等把事情了了 娘再陪你啊 娘 娘 这几天不止娘 就连姐姐对我的态度都很冷的 春香 让我暗中吊着 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 他们竟然又把宋文言那个贱人给带回来了 还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 小姐 您消消气 反正您才是真正的保住小姐 她只不过是个挑良小手 你懂什么 宋文言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我就心手了结了你 园园 侯府的人 怀疑你是他们家的女儿 你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再走啊 爹 他们一家人这么伤害我们 你难道还希望我是他们的孩子啊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你也一直在寻找你的家人 我不想你为爹 错过 我不需要这样的家人 我有爹救狗了 宋文言 你怎么还没死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要和我抢顾宝珠的身份吗 真是不是宋 这位小姐 您误会了 我们 顾宝珠的身份只有你一个人在意 请你管好你的家人 不要再来找五爹的麻烦 你装什么清高啊 谁不喜欢荣华富贵啊 玉海 宋文言的伤 今天再涂一次药都差不多了吧 是啊 用了我的荣药 和后天的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就能验证胎记 保住 保住 你这是怎么了 快起来 娘 保住 你这是怎么了 保住 我听说宋文言受了重伤 被你们带了回来 但我好心好意过来看他 没想到他又杀了我 什么 我没有 是他自己刺伤了他自己 闭嘴 难道保住会伤害自己 陷害你吗 你这个贱人 我误会了 我女儿没有伤人 闭嘴 你把那个残废 你俩就是蛇属一窝 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才是保住 现在想一想 你这个黑心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 你们 你们竟然怀疑我的身份 保住 你听我解释啊 我原本以为是母亲和姐姐好心 才把宋文言带回来 没想到你们是以为我冒领了他的身份 既然 你们觉得他才是你们的孩子 那你们在这里和我心情做他又是干什么 保住 对不起啊保住 我们难怪 难怪刚才宋文言口口声声说 只要杀了我 就没人可以和他抢身份了 原来是这个人 你们既然不相信 我走就是了 公主还在这里跟我演戏 保住 你别走 保住别走 你要相信你 你还不会再怀疑你了 保住 保住 你看你伤得这么重 不然桃红 那你去处理一下伤口 这件事 娘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好 好 没有人可以伤害我 顾保真的没有 你敢伤害他 你就给我去死 我没有伤害他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相信呢 求求你别再伤害我女儿了 有什么冲我来啊 爹 你别怪他们 他们这么是非不分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啊 那你就替他来受着 赵瑞 在 给我打断他的腿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别伤害我 你 你给我看着 看着你爹 腿是怎么被打断的 我 不要 求求你们放过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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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老师 你别冲动 难道我们今天 不是为了验证宋文言的胎记来的吗 宝珠从小就善良 绝对不可能动手伤人 像他这样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女人 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妹妹 还有什么验的必要呢 只要宋文言 有一点点是宝珠的可能性 我们都不能错过 宝珠在我们心里的重要性 你也知道 难道 你想到头来 连宝珠也认错吗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一家园吧 我爹他真的会被打死的 娘 必须要验证台记 如果说 他真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宋长根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们更不能让他死了 君还想验 就让他验 宋文 你别怕 有我在 还是几家状态 那就说明老天爷 都不想验他的胎记 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宝珠 难道 真的是天一 娘 要不再等几天 不用再等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宋文言的身世有所怀疑 才让他住在府里 害得宝珠受伤 宝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们不能再怀疑他 你们要看的都看了 我们能离开了吗 我要带我爹回家 回家 你伤害了我的妹 这么轻松就想走 我没有伤害他 是他自己捅了他自己 你说我的宝珠捅了自己一刀 就是为了陷害你 做一出戏给我们看吗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但是我真的没有伤害他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呢 可笑 你难道不相信自己的妹妹 相信你一个外人 此时一点 还需慢慢调查出真相 大哥 你从前不是最疼宝珠吗 现在宝珠出了点事 那么还有什么真相 宝珠现在还在包他伤口 总之 先将宿门炎父女 暂时留在镇国后 如果他真的伤害宝珠 亲自将他送进大狱 娘 大哥这是想包庇他们 难道宝珠会伤害自己 陷害他们吗 我倒是觉得 留他们一命也未尝不可 就这么让他们死了 难解我心头之恨 不如就留他们在府里 做个最下等的下人 来向宝珠谢罪 娘 我包载好了 宝珠啊 还疼不疼 不疼 娘 这两个贱民怎么还没处理掉啊 宝珠 我们决定留下宋文言他们 让他们做最下 最低贱的活 好好地向你赎罪 是啊宝珠 就这么处理他们 确实太便宜他们 看来今天是没办法解决宋文言这个祸患了 把他留在府里 倒也方便我下手 那就留下他们吧 虽然宋文言他伤害了我 但是他跌伤成这个样子 离开镇国侯府 肯定是活不了了 留下他们 就当是为我祭福了 我的宝珠 从小就这么善良 还想着照顾一个残疾人 你还不像宝珠磕头谢恩呢 聋了 向宝珠磕头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听话 分分钟送你爹上路 谢谢宝珠小姐 谢谢宝珠小姐 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 真是下戒 我 从今天开始 你就给下人们刷尿管 没事的话 别在镇国侯虎瞎晃 爹 爹 你怎么样了爹 哟 想不到我们这些下人 天有人帮我们刷尿壶的一天 谁叫他不知好歹 得罪了郡主 郡主可说了 他就是咱们府里最低贱的奴才 我们想怎么折磨他都可 真恶心啊 难怪身上总是一股子难闻的臭 他干什么呢 好大的胆子 见到宝珠小姐还不行礼 我 容了还剩哑巴了 还不快过来行礼 宝珠小姐安好 果然是个贱婢 连行礼都不会 不吃礼数 春香 那 教教他 该怎么向主子行礼问安 是 行礼要是 对主子我们要自称奴婢 要攻击 说 奴婢参见宝珠小姐 还不说 撞 奴婢 奴婢参见宝珠小姐 行了行了 比我弄点 身上臭烘烘的 别弄脏了我的衣服 你现在装出这副可怜的样子 给谁看呢 我大哥可不在这里啊 没人会对你心软 吵吵闹闹干什么 姐姐 都怪他 我本来看他一个小姑娘 做这种脏活 想让他过来伺候我 谁知道 他竟然还敢推我的丫鬟 敢欺负我妹妹 找死 不是 我没有 难道我妹妹会冤枉你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些会物 那不如 你就亲自尝尝这些东西的滋物 陈湘 是 真是个下贱的东西 我看这些东西 你应该也吃饱了 那晚饭就不必吃了 告诉我 要是再有下一次 我就停了你那个残废爹的药 老朱 我们走 以后不许来这种地方 你呀 就是心太软 所以 才会被这些贱民欺负 我 我 过来啦 娘 我要的东西 给我带来没 给你拿过来了 这起步蛇 可是剧毒 被咬的人起步之后 必定会死 你可要小心点啊 你就放心吧娘 我看宋文言这一次 还能不能死得倒生 对了娘 这些 你先拿着 这么多钱呀 这镇国后夫人 对你不错啊 哎呀娘 这算什么呀 迟早啊 整个镇国后夫 都是我 爹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不想待在镇国后夫里了 我想回家 爹 他们都喜欢 镇国后夫里的富贵 可我不喜欢这里 他们都仗着自己身份高 就不拿别人的命当命 爹 等你醒了 我们就离开京城 越远越好 再也不回来了 爹 我们一起回家 宋文言 快快去死了 等你死了 我就送你那个残废爹 下去陪你 夫人 夫人 为什么都找到了宝珠 我这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夫人 夫人 夫人你被毒蛇咬了 夫人你没事吧 不好 这蛇有剧毒 必须要马上把毒素清理出来 你怎么在这儿 你先别说话 这蛇有剧毒 我必须马上帮你处理一下 呀 谢谢宝珠 我的宝珠给妈妈包扎的真好 这可是我特意跟大哥学的 要是娘亲跟姐姐受伤了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帮你们包扎了 真乖我的宝珠 夫人 宝珠好了 我为什么在她身上看到那宝珠的影子 夫人 你还好吧 这蛇有剧毒 我只能帮你简单的处理一下 后面的你还要找大功 等一下 这种饱炸方式 你在哪里学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小的时候生过一场重病 好了之后 很多事情就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说过 你是一养父 从后山的寺庙里捡来的 那你还记得 君生的父母继续吗 孙珠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帮娘清理蛇毒 蛇毒进入你体内 所以才导致你昏迷 余都我已经帮你清理出来了 多谢大公子 这次 多亏你救了我 君还说 那是七步蛇的毒 多亏你及时吸出了蛇毒 要不然啊 我就毒发身亡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昨天晚上我问你 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 娘 你没事吧 我听说您被蛇咬了 担心死我了 该死你七步蛇 怎么这咬了很难玩 是啊娘 宝叔听说您被蛇咬了 立刻就过来了 急得不行呢 宝叔这么担心我 我竟然还怀疑宋温炎才是我的孩子 这要是让宝珠知道了 他该多伤心 我没事 是宋温炎救了我 他会这么好心 我看这蛇 八成就是他放了 宝珍 再怎么说他也救了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姐姐说的也没错 这好好的镇国侯府 怎么会有七步蛇 确实 这蛇来得七几 君还 你去调查一下这件事 看看是不是有人 故意在侯府里面放毒蛇 好的娘 也可能蛇是从外面进来的 总之 这次多亏了宋温炎救了 我也不是什么赏罚不分的人 以后 你就不用洗尿壶了 去花园里照顾花草吧 再从库房拿一株上好的千年雪莲给你 就当是对你的家手 多谢夫人 要了这天山雪莲 我爹的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宋温炎 你命可真硬 但是你必须死 这些荣华富贵 只能是我灵失失的 娘 您怎么来了 宝珠啊 都怪娘太晚找到你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新的吉吉礼物 之前那个碎了 以后有机会啊 娘再给你补办一场吉吉礼 谢谢娘 我很喜欢 我以为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一个破发簪就想把我打翻了 五日后 娘给你举办了一场回归宴 到时候 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会来 我要告诉所有人 我的宝珠 回来了 谢谢娘 那你早点休息吧 娘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宋温妍 我一定会在我的回归宴之前 让你彻底消失 哎 弄走都给我麻利点 明天就是宝珠小姐的回归宴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给你们通通都发卖 哎 春香现在可真微风 是啊 人家可是宝珠小姐身边的大红人 动作都给我麻利点 宋温妍 别以为你救过老夫人就可以给我偷懒 要是被我发现了 就家法伺候 春香 谁让你这么跟我娘的救命恩人说话的 还不赶紧给她道歉 小姐 让我跟这个贱人道歉 让我跟这个贱人道歉 嗯 对不起 你 没关系 宋姑娘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误会您了 这样 你把这杯酒喝了 就当是我给你赔罪了 奴婢不敢 有什么敢不敢的 来吗 喝 来 喝 喝 嗯 嗯 怎么样 嗯 嗯 春香 把这个字条放在大哥书案上 做的 做的隐秘的 别让人看见 等大哥来了 我就去叫娘和姐姐 告诉他们 宋文言都已来了 是 宋文言 我很期待你的下场 哼 娘 不好了 怎么了宝珠 你慢慢说 刚才 我刚才路过厢房 看见宋文言 大发的像个青龙妓女 还说要勾引大哥呀 什么 一个贱臂 竟然敢明目张胆的勾引大哥 我看最近就是娘娘 娘娘的宋文言太宽容了 才让他蹬鼻子上脸 干做这种不要脸的事 我一直都说宋文言就是个品行低劣的贱臂 你们还不信 非要把他留在郑国侯府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我们郑国侯府的脸往哪儿搁呀 带我去看看 好 顾神医 你怎么在这 我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是你写了纸条 让我来这里找你的 但我看你好像中了迷药 不好 可能有人要陷害我 赶紧先离开这里 你们在干什么 夫人 娘 你怎么来了 贱物 贱物 我原本想着 你舍命帮我把气不舍的舌肚吸出来 应该是个老实本分的 想你甚至可怜处处关照你 甚至还拿出千年血连救你爹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夫人 我没有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冤枉 你每做错一件事都喊着冤枉 难道这里这么多人 每天就想着冤枉你自己吗 娘 你消消气 为了这样的人 不值得发这样大的脾气 让我来处理 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别人 那不如让所有人都看了 放荡的样子 来人 我拨出去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你捂什么呀 你敢穿成这样 还不敢让别人看吗 娘 这事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不能这么惩罚宋姑娘 你给我闭嘴 事到如今了 你还在袒护这个贱奴 来人 掌嘴一摆 发脉清牢 还有他那个残废爹 一起给我赶出去 夫人 我冤枉 我没有 要年轻人 很多人 爱 皇上 飞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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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啊 因为娘是苗疆圣人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呢 都会随娘一样用药林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命 心头血啊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啊 药林圣体 药林圣体 为什么你的血 也可以将植物复活 我不知道 该死的宋维言 怎么一次次挡我的路 姐姐 为什么娘 看到她可以复活植物 就那么激动啊 我的血也可以啊 娘 你不要被这个下人给骗了呀 整个大厦 只有三个人 拥有可以将植物复活的能力 就是我 宝珍和宝珠 为什么现在 又出现了拥有药林圣体的人 这药林圣体 本就是苗疆圣女特有的体质 一脉相处 不可能有第四个人拥有这种体质 宋门炎还有灵师师 他们当中 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宝物 可是他们俩都可以将植物复活 现在要如何分辨呢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 滴血跟鲜 浩虹 你是娘的贴身丫鬟 你去打一碗清水来 不准任何人精神 是 怎么办 我的血虽然可以复活植物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和他们的血相容 夫人 水到了 绝无经他人之舍 血向人 不容了你啊 宝珠 你真的是宝珠 你真的是我的宝珠 宝珠 对不起宝珠 我刚才惩罚你了 宋门炎居然是宝珠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他是宝珠啊 你快去拆摔他们 宝珍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灵事实绝对不可能是宝珠 宋闻炎才是我们要找的真正的宝珠 怎么 怎么 事到如今 只能不为波罗我 我他是宝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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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永遠的輔助 這個世界當然只有一個真正的 宋文言還有林詩詩 他們中間也一定有一個是假冒的 我知道 為什麼他的血可以和我們相容 因為當年我被帶走挖了心頭血 救了一個人 是嗎 王朱 你被挖了心頭血 是啊 是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說呢 因為已經過去了 我不想讓你們擔心 我現在好好的 不是對不起 剛剛才居然還懷疑你了 對不起啊抱住 你要不知道 你原諒我好不好 我當時還不知道是誰救的我 現在想來 一定是宋長根把我帶走 然後挖了我的心頭血救了宋文言 所以 他的血才能和我們相容 這不可能 我爹不可能做出這種事 閉嘴 原來就是你這個殘廢爹 流離失措了十五年 我怎麼怎麼又看見你的真面目 居然讓你在正過後不待了那麼久 爹 爹 你們為什麼打我的眼睛 不敢打他 還有你 什麼 那個是惡不赦的惡名 養了個平心低裂的女兒 還還你 宋長根 我可以用千年血練救你的力 就可以讓你把這套命還回來 來人給我打 不服不消 爹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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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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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爹 爹 娘 你快把他們打死了 還要繼續嗎 這種十惡不勝 我打死 難解我心頭之恨 娘 你先冷靜一下 信不信身體 張睿 把他們兩個帶去採訪 定口發露 是 就讓你們口言殘喘幾天 敢欺負我的妹妹 我絕不會讓你們死得太痛快 哼 真是 是 好 難怪 如果林氏事真的是寶珠 他的性格怎麼會變得如此暴力 明明小時候 寶珠是最善良的孩子 連一隻螞蟻都少了傷害啊 大哥 你怎麼在我房間門口啊 啊这不是 怕你今天受到了惊吓吗 过来给你送一瓶安身丸 谢谢大哥 哦对了 我记得小时候娘不是教过你唱一首歌吗 你还经常唱给大哥听 现在能不能再唱一遍给他听啊 大哥 事情过去这么久 我早就忘记那首歌怎么唱了 大哥你先回去改日我再唱给你听啊 好 他果然不知道那首歌 啊 啊 这不是灵石师当时就活的那盘花吗 怎么枯萎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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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出现 看来 得回去查一下要灵胜体的连接 啊 啊 我 受过 难道 我看得到些 啊 灌溉了拥有药灵圣体 心头血之人的植物 应该是生命力更加旺盛才对 为什么会枯萎呢 一定是我忽略了什么 公子 这是夫人让我送来的甜汤 找到了 原来 拥有药灵圣体之人的心头血 和普通人血混合之后 能力会大大减 虽然 也会拥有植物复活的能力 但是 这个效果不会持续的太久 不短暂生开之后 还是会哭 所以灵师师才是喝了宝珠心头血的普通人 我要去告诉母亲 送我盐才是宝珠 娘 君海 这是怎么了 娘 我刚才翻阅了大量铁器 发现真正的宝珠复活的话是不会贵的 真正的宝珠其实 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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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君海 宣太医 宣太医 太医 我儿子怎么样了 怎么会突然吐水阴倒呢 回老夫人 大公子中了毒了 方才是毒性发作 所以才导致吐血昏迷 中毒 我镇国侯府 居然有这种害人的东西 到底是谁干的 奴婢不知 府上的丫鬟需要有手令才能出入王府 财卖也都有固定人手 出入王府也需要侍卫检查 不知道毒药为什么会被私藏进来呀 难道这些毒药是凭空出现的吗 娘 大哥怎么样了 你大哥中毒晕倒了 什么 谁这么大胆 敢毒害我镇国侯府的人 桃红 你是要给大哥去送甜汤 是啊 宝珠小姐 你没事吧 我肚子有点疼 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那你赶紧去吧 我帮你拿着 在这儿等你 多谢宝珠小姐 天助我爷 多谢宝珠小姐 没事 赶紧给大哥送去吧 是 大哥 我大哥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有没有解药啊 这是一种毒性很猛烈的药 我也没有把握能够完全地解脱 只有在下毒之人的手上 才有可能找到这种解药 我现在所能做的 只能尽力压制住大公子体内的毒情 但无法保证大公子何时能够苏醒啊 下毒之人的心思如此歹毒 可真是要我儿子的命啊 宝珠 您可别太着急了 当心身体啊 太医刚才也说了 大哥体内的毒性啊 被暂时压制了 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慢慢找解药 事关大哥的安危 必须立刻找出下毒之人 镇国侯府规矩森严 没有那么容易进出 下毒之人 死定还在服务 召集所有下人 仔仔细细地把福利给我送个遍 我倒要看看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毒害我镇国侯府的人 还有那个关在柴房的宋温言 他也一样有行义 是 再坚持一下 顾神医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一定会还我们清白的 爹 不管爹 还能不能活着 离开这种后福 你都要好好地 活下去 爹 别丢下我一个人好不好 好孩子 你们要干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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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夫人 除了下人房外 所有的地方都搜过了 没有毒药的坟尽 看来还真是你们这群人里面 出了居心否测 想谋害主族的剑奴 镇国侯府带你们不薄 你们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害我大哥 哎呀 娘 你可别生气了 为这些人欺坏身子 可不知道 镇国侯府假教森严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从宋温言来了之后 出现这么多恶劣的事 现在连大哥都中毒了 我看就是宋温言 对我们镇国侯府的人怀恨在心 想要把我们都害死 什么 顾神医中毒了 前段时间 我好像看到宋温言 在后门那边跟人鬼鬼祟祟 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会就是那段时间 偷偷把毒药带进府里的 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后门 也没有什么毒药 是不是你 我一搜便知 唐红 去他的房间 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是 夫人 我在宋温言的房间里发现了这个 就是这个 好啊 人赃并货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房间的盒子里 你还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我们故意把东西藏在你的盒子里来冤枉你吗 宋温言 君海救了你多少次 处处维护你帮你 就是这么恩将仇报 对待你的恩人吗 解药在哪里 我劝你实相的话 赶紧给我 救死你 我不知道什么毒药 根本有解药 我昨天一直被你们关在柴房里 根本就没有出来过 我怎么可能给顾神医下毒呢 哎呦 谁知道 你有没有出去啊 像你这种歹毒的人 一个小小的柴房 能困住你 宋温言 你这是枉费我大哥对你这么好 来人 给我打 把你交出解药为止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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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求求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不然 来人 给我狠狠的打 哎 啊 啊 你告诉我 说不说 不然 不是我 不是我 啊 啊 真是活该 像你这样的剑格 早就应该尝尝苦头了 停一下 宋温言这主人呢 嘴硬的狠 我看 还是把他那个残废爹一起拉过来的 这样他可能才会说出他所做的 行来人 把他的残废爹拉了一起打 不要碰我爹有什么冲着我来 爷爷我的爷爷呢 哈哈哈哈 你们为什么把我的严严打成这个样子啊 哈哈 别急啊 马上 就轮到你了 给我打 打死了 拿去一起喂狗 别跑我去 爹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伤天骸里的事情 你们为什么这样冤枉我们呐 你们不仅伤害了我的妹妹 挖了她的心头血 还想毒死我的大哥 这一桩桩一件件 哪里冤枉你们了 还没有做伤天汉一个事 啊 我们没有做前行车的 你开个嘴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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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爹 爹你不能死啊 我们要回家的 哎呀 他真是恶人有恶后 是你们杀了我爹 你们全都是袖手 活该 我杀了你们 救命啊 娘 你要救我娘救我呀 走开 救命啊 救命 救命啊 一只蝼蚁还想奋力反抗 真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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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爹 终于 你要解脱了吗 苏文言 你就安心去死吧 这些荣华富贵 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 宝珠 你没事吧 娘 她的身上为什么没有胎记 她就是当我领导的那个姑娘 风儿 你再轻轻的吹 吹了远离花儿走 你刚才翻阅了大量典型 发现真正的宝珠复活的话是不会跪的 真正的宝珠其实 真正的宝珠是宋文言快救人 快快快救人太医快救人快救人快 救人快把他抬去相防 等一下娘为什么要救他呀 郡海的剪药还没吻出来 他还不能死 快救人快救人快救人 快快快 为什么河南晚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奇怪 有猫腻 孩子 我可以看看你身上的胎记吗 你 你真的有蝴蝶胎记 难道你 孩子 你真的是宝珠吗 宝珠 你们杀了我爹还不够 还想耍什么把戏来折磨我 给我个痛快 直接杀了我吧 娘 所以你昨天突然救下宋文言 就是因为看到他身上有蝴蝶胎记 因为他才是你女儿是吗 我 娘 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就选择相信别人 难道你和别人一样 天坦宋文言 希望他才是你孩子 娘 你看看 到底现在是你孩子 这 可是 可是昨天明明 明明昨天还没有看见是吗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飘活在外 我怕别人看到我的胎记 所以有粉霜盖住 娘 你现在连问都不问我 就开始怀疑我了吗 娘 娘 宝珠 你 你原谅娘 是我错了 是娘不好 娘不该怀疑你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还有活电台记的事 今天河南网看到我的左肩差点就露馅了 哎呦 没事了 娘给你赐一个 以后 你就是真真正正的镇国侯府小姐了 好 你这个贱人害了大哥害了宝珠 你怎么不去死 哎 娘 别去 别让他的脏血溅了你一身 终于解脱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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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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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们的这个铃铛呢 就是你们作为苗疆圣女的信物呢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见危险了 宝珠就用心头血来救你们 大哥 大哥快点啦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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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你啊 你不可以欺负我姐姐 不可以欺负我姐姐 你就替你姐姐去死吧 原来 我才是顾宝珠啊 真是晦气 这吓得人 连洗都是脏 现在这 晚了 你和你那个残废爹 干那些伤天害你的事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行了行了 打也打了 气也撒了 就这样吧 娘 因为宋文言 我都受了多少委屈了 事到如今 你还要饶他一命吗 行 那就 拉出去 张臂吧 来人 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找到的家人 夫人 大公子 大公子醒了 君还醒了 怎么可能 他中的可是剧毒 没死就算了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醒了 快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他说出真相 还愣着干啥 没听到夫人说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个贱民 拉出去 让闭 君还 君还 娘 君还 你可算醒了 担心死娘了 是啊 大哥 你是不知道 你昏迷这段时间 娘急得连饭都吃不下 娘 您别担心了 我这不是醒了吗 我之前学医 不知道吃了多少灵丹命药 吃点毒 根本就伤不到我 这可真是老天保佑啊 大哥 你醒了 娘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之前翻阅点击发现 阁下拥有 一零圣体 心头血的普通人 也会拥有 复活植物的能力 只不过 复活的植物 会很快枯萎 灵石师之前 复活的那一族 现在已经枯萎了 大哥 你不能因为 袒护松文言 就这样说谎 包庇他呀 你不用着急否认 是真是假 叫松文言 过来一事便之 松文言 他这会儿 可过不来了 松文言怎么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这会儿 应该已经被仗毙了 什么 大哥 君寒 住手 你没事吧 这户里怎么收起来 这么难 跟松文言 这么就还没处理干净 大哥 你不能因为 典籍里的一句话 就怀疑稿 你得拿出证据来 是啊 君海 要是再认错了人 可就伤了宝珠的心了 娘 为什么大哥 总是不相信我呀 别怕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 不管 松文言 是不是真的宝珠 但你灵石师 一定不可能 是真的宝珠 你为什么这么伤 张睿 我查队 我查队资料之后 第一时间便吩咐赵锐 去调查林石师的身份 并抓来了她的亲娘 王果 也是这个人 当年带走了宝珠 她就是林石师的亲生母亲 求求你饶了我吧 是我初游蒙了心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求求这位不算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黄 让他们进来吧 是你 当年 我好心好意地收留你 你却带走了我的孩子 还挖走了他的心头血 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才是郭宝珠 我才是郭宝珠 娘 你救他们做什么 我才是郭宝珠 当年宝珠 被挖去心头所 是宋长根经过破庙 然后救了她 不可能 我一直欺负的贱民 一直看不起的贱民 是我的妹妹郭宝珠 这绝对不可能 你 你真的是宝珠吗 想要知道宋闻言是不是真正的 我们都忽略了一个办法 张睿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 公子 来 只有真正苗疆圣女的血 才能唤醒属于他们身份的铃铛 宋闻言 就是真正的宝珠 真是可笑 流出我们顾家的血 难道这不是你抢来的吗 不是 这本来就是我的 宋闻言 我杀了你 只有你死 你才能是这个狐宝珠 宝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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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 你 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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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你别怕 姐姐用心头血救你 我再去 顾宝珍 不用你救我 你的一切我都觉得恶心 宝珠 对不起 对不起 都走开 放心吧 还死不了 不用你们救我 也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 我要你们 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 爸爸 爹 我们回家吧 我好想回家 爹 我好累 我好想睡觉 那我睡醒了 你就回家 拒绝会失去了的信念 哪怕追生千年 也等你出现 娘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宝珠 是你和宝珍用心头血救了他和宋长根吗 说不定这样的话 宝珠就会跟我们回家呢 我不想他因为救命之恩 心怀愧疚地跟我回家 我只希望有一天 他能真正地原谅我们 再叫我一声娘亲 如果宝珠不愿意原谅我的话 我愿意用一声去向他赎罪 爹 累不累 不累 宝珠他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到时候 我们一起接他回家 都出汗了 行了行了 爹还得干活的 走吧 走吧